中国资产现在成为全球最受坠捧的资产 超越了黄金 美金 甚至美债美股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 受到了中东方面的影响 但是香港的市场依然出现了异常火爆的上涨 现在的话两个小时已经涨幅超过了4%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美国的制造业 其实连续6个月的萎靡 并且他们的港口出现罢工 他们现在已经可以说是两头顾不上 有的时候大家开玩笑 说因为这个中东的问题 整个美国五角大楼区域的那边pizza time 也就是说叫外卖的时间开始增加 也就意味着他们整个的一个运转体系 开始变得特别繁忙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铁球信统 其实蓝绝率的话真的是不高 而且我们在9月末的时候 也发了一个东风快递 在这个快递发完以后 又叠加我们整个的经济消息 你会发现我们不单单是经济强 而且我们的拳头也强 以前总和别人讲道理 别人和你动手 但是现在你和别人动手的时候 你发现别人开始和你讲道理说 中国资产真的被低估了 就想想真的是双标又可笑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昨天美股下跌的情况下 中概股都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涨 你可以看到涨幅比较多的 比如说某多多或者某东 他们即使涨幅了50%的价格 最近这几天涨幅50% 可是他们的市盈率仍然在15%左右 整个整体的营收能力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你就知道中概股在这一段时间被持续的打压到底有多惨 美国可以说是一个公司 只要买一些显卡买一些芯片 就可以说我加入了AI大军 股价可以从一块涨到一百 但是中国的公司 你在没有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依然的坚挺住了这几年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整体的市场一直像大家和大家在九月末猜测的 11左右的期间肯定会出现黑天鹅事件 因为金融就是这样 当长时间停盘的时候 它总会跳出一些影响到很多的局势 那么对于我们 其实你可以看到整个的港股 已经给了所有人的风向标 也给所有人信心 就是中国的资产必然会一路长红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整体的市场上 现在我们要面临的什么问题 有的人说基本面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15年那次牛市 基本面是特别的好 但是它也只是持续了几个月 因为它的杠杆不健康 但是这一次你要考虑杠杆给了谁 所以说当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这个棒子交给某些人的时候 交给个人团体 交给集体团体 交给另一个团体 你就知道这个棒子发挥的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说这一次大家不用考虑 风牛以后到底是下降还是上升 风牛以后我们整体的经济是不会变化的 然后就是整个的十一期间 我们会发现明显的消费能力开始持续的增强 那么在这十一期间 人均的消费能力可能会提高到这种日均最少的话 150-200也就是说这一个假期的网 应该是人均消费在千元以上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体的市场 比如说促销费或者是促进房地产 可以说消费其实有钱是不用促进的 但是我们要考虑到对于一些大宗商品 比如说你的这种房子或者汽车或者大家店 比如说动则几万块的 那么当你给到一个优惠的一个力度的时候 比如说零锡零首付 这种情况下它会必然在短时间内刺激整个的市场 所以说基本面的事情不用去考虑 基本面是没有问题的 而最严重的其实是美国 你人均工资可以说达到了4000美元左右 那么你生产的东西如何可以覆盖你的成本 所以说美国只能走高性科技 你就像曾经的那些汽车加工底特率 不现在也几乎就已经完全成为费城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我们整体人工用工成本还在5000到7000之间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竞争力是全球无可匹尼的 而且当其他的国家想要超过中国的时候 你要考虑到第一点就是能源 第二点就是加工技术 所以说能源你像印度只有我们的20% 它如何替代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 这是不现实的 再有就是整体的一个技术 其实现在除了美国 你可以看到世界500强 中国占比有多少 当然有的人说可能是国企 但是你要考虑到中国在全球哪有的专利 其实很多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无论是从科技人员 人员的话 其实我们也是占优势的 因为我们是平均工作年龄39岁 这一部分技术公众其实是非常的熟悉 而且拿到的工资不高 那么对于这些加工的生产老板来说 其实他们可以赚到盆满钵满 这也就是跟大家开玩笑 说最近的这些年 当老板的几乎都会赚到钱 今天我们就闲聊到这里 所以我们就发现了一遍 我们就下转地和你可以给你 收闹预防画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在哪里 将冲资不关键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在哪里